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数据开发现状存在技术门槛高 学习成本大 开发周期长 不仅仅是京东 行业内都存在这样的一个现状 实时开发能力往往只有少数人能够掌握 数据开发迭代效率比较低 重复逻辑反复的开发 缺少复用 测试运为难 复杂业务逻辑难以局部的测试 动力方面包括能够为公司降本真效 节省人力 助力高效的开发 让非数据人员也能做数据开发的工作 因此指定了相应的目标 降低数据开发门槛 通过标准化 积木式的开发 实现低代码配置化数据加工 进一步实现了图形化 清晰表达数据流转 然后通过算子库 逐渐的沉淀 提高复用性 提升开发效率 通过单元测试 以及沉淀用力 提高开发质量 接下来介绍一下实时计算框架 首先为什么要做这个数据流框架呢 数据流框架是基于计算引擎之上提供一种 易用高效的一个数据开发方式 包括Tamias是基于Flink引擎的开发框架 Combustor是基于Spark引擎的开发框架 基于Tamias和Combustor提供数据流开发工具 支持实时理线统一的表达 图形化 配置化 SDK 多种的使用方式 数据流算子 转换算子 自定义算子 目标源算子 灵活的组合 沉淀常用的一些算子组合 组件化包括数据流组件和自定义组件 通过数据流开发 沉淀数据流组件 同时也开放自主开发自定义组件的这种方式 通过算子 组件的服用提高开发效率 上层各业务场景基于数据流组件化的 实现业务数据的也加工 包括样本中心 信仰值和搜索等一些业务 然后展开介绍一下实时计算框架 整个框架分成四层 Function 层会实现一些比如 JSON 解析 RPC 调用 以及一些数据流的连接 Process 层会对 Flink 引擎 Data Stream Data Site Flyco 等 API 进行分装 Function 和 Process 可以组合生成 Operator Operator 会对具体的处理逻辑进行分装 比如说实现一些Source Sync Flyco 招印等一些常用的一些算子 一个或者多个 Operator 构成不同的一些场景 比如说多流拼接 导数的 Top N 动线分析和特征工程 后面会有一些详细的介绍 这些整个构成了整个 Adjson 的配置文件 然后再通过通用的引擎解析配置文件 提交任务 下面介绍一下公用算子和 Function 数据接入 Source 和 Sync 这一层实现了 实时离线进线常用的一些语言 数据解析 Function 是为了将公用的一些计算逻辑 进一步的细化 在算子里边分装多个 Function 进行灵活实现业务的一些逻辑 通过算子的 Template 对于一些经常用到的 比如说多流拼接 Top N 看 Time Window 业务如果自己实现的话会比较复杂 因此框架提供了这些算子的 Template 后 业务就比较方便的去应用 只需要在 Template 的基础上增加业务代码即可 不需要再对这些通用的计算子进行学习 开发 调试等一些工作 业务算子的话就是可以基于 Template 的 已有的一些业务算子存写得到新的一些业务算子 也可以自定义的组合一些 Function 形成业务算子 整体实施框架会带来的好处包括开发标准化 基于框架提供的公用算子组合完成业务标准化的开发 应用性的提升 一些常用且难以实现的算子 框架已经提供 使得业务的开发变得简单 开发迭代效率的提升 业务只需要关注业务逻辑 从而提高开发迭代效率 质量的一个提升 框架提供的公用算子都是经过严格的测试 并经过长期的业务验证 从而提高开发质量 接下来有我的同事张颖介绍一下场景优化的部分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TopN的场景 是进行了哪些优化的 然后首先我们之前的严厉刚 然后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具体的一个框架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怎么着附用那些算子的 就是首先就不管不仅仅是TopN 就包括所有的这个场景或者是业务下面 就数据接入和数据写出它都是可以共用的 比如说针对我们流计算的话 像一些卡夫卡或者GMQ的接入和写出都是可以复用的 然后再一个就是数据解析的这个算子的话 包括一些JSON解析CSV解析这些都也都是可以复用的 但是呢如果每一个JSON解析和CSV解析都抽象成一个 Operator的话呢这样子的话呢他就会需要很多的这个Operator 因此我们抽象了一个Function的概念 然后这个Function可以组合成一个公用的这个算子 那我们接下来用我们这个榜单计算的为例 然后就首先呢用这个订单榜单的一个元素值 然后作为的一个计算 然后KBi的时候呢用榜单ID加元素 然后呢接下来呢再进行这个再进行一次订单榜单元素值的一个计算 然后再把这个榜单ID和元素值进行一次KBi 然后产生了一个TopN的一个排序 但是呢在这种场景下我们为什么需要KBi两次呢 是因为就比如说在京东的一些固有的这种场景下 它带有业务上的一些数据倾斜 就比如说京东它就是有很多的榜单式数据倾斜的业务 但针对这种场景下呢 我们只能采用多次聚合或者是多次排序的这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再有一个就是针对TopN的一些场景 常用的常见的一些情况 然后它的就是数据量是非常大的 然后因此呢它的这个状态也是非常大的 因此呢我们需要对任务做一个优化 那首先呢就针对这个榜单的这个问题 因为它的数据量非常大 因此呢它在写HDFS的时候 然后如果它的这个rolling的策略设置的非常不合理 那有可能就会对HDFS产生很多的这种小文件 就甚至有可能会会把这个HDFS name node它的那个RPC请求的队列给打满 因此呢呃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但在我们通过通读了这部分的圆码 然后以及以及它的这种呃任务的机制发现呃HDFS的文件rolling的策略 然后是跟这个checkpoint的时间以及Sync的并行度相关系的 因此呢我们合理的设置checkpoint的时间和Sync的并行度 可以有效的解决Sync HDFS的这个小文件的问题 然后再一个就是roxDB的一个优化 通过查看官方的这个文档 我们可以发现针对roxDB相关的一些优化其实是有很多的 但是呢我们如何有效的去呃优化这个roxDB的一些呃设置呢 嗯其实它的核心就在于合理的设置这个block cache的呃和这个read buffer的大小 然后另外还可以参加还可以添加这个bloom filter 嗯只要是调整了这些像的参数 然后呢具体的采用哪些page啊其实是都可以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heckpoint的优化的一些点 而我们为什么要进行checkpoint的优化呢 其实我们主要是从checkpoint的一些非常显示的page 就比如说超时时间间隔时间还有最小停顿时间来考虑的 那比如说我们呃在超时时间是半个小时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嗯这个任务它卡上了feel了 那我们假如说它呢它呢是在29分钟的时候 那我呢在进行feelover的时候呃它就需要从上个checkpoint的开始回复 也就是说二十二十九分钟之前 那这种情况呢情况下呢我需要一下子消费前29分钟的数据 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数据量非常大的话对任务是一个不小的冲击 但是呢如果把这个checkpoint的时间设置为更合适的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啊这个冲击量会 然后再有一种是刚刚我们前头说到的那个数据倾斜的情况 造成数据的倾斜的情况有很多种 而其实比较难解决的它就是从数据源的一个问题 它就引发的一个数据倾斜的问题 因此呢我们可以采用多次聚合或者多次排序呃类似的这种模式来解决 而再一个就是机器问题机器的问题其实也是很难发现的 就是它有可能数据本身是不倾斜的 但是呢有可能某台机器出现了一些问题 然后导致了它看起来是数据倾斜 那这种情况呢它通常的表现就是这台机器上所有的subtask 或者是所有的TM都会产生问题 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出发去解决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那个动线分析的场景是怎么优化的 首先我们得描述一下什么叫动线分析 其实就是用户点击一页面浏览的一个顺序 然后我们称之为是动线 那比如说拿这个搜索词来举例 就比如说我在京东的时候 我先搜了一个台灯 然后又搜了一个台灯学习 然后最后呢搜了一个儿童学习护眼台灯 那从台灯到台灯学习 再到儿童学习护眼台灯 这样的一个搜索词的一个线 我们就称之为是搜索词动线 那这个搜索词动线可以用来干什么呢 还是可以用来用来找到就是决定转化的一个关键的路径点 然后用来解决用来理解这个用户的决策习惯 然后比如说有一些有一些那个用户 我们给他打上了这种有小孩的标签 那有可能我那个搜这个台灯学习的时候 然后就给他就可以直接给他推荐这个儿童学习护眼台灯 然后还有一类用户我们给他打上的是那个大学生的这个标签 大家有可能他搜台灯学习之后给他提示的就是台灯学习 然后后面带一个宿舍 然后类似这些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还可以找到经找到一个经常查询的一个搜索词 然后通过通过导流工具来串联起来 然后发现一个趋势的一个动线 就比如说发现有很多人在搜台灯和台灯学习的时候 有很多人都是这么搜的 那么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台灯和台灯台灯学习 然后通过通过那个导流工具串联起来 我们会认为他就是一个趋势的东线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还可以发现分析出来 同一种用户对不同的排序策略的一个接受的程度 再一个就是最终从细分的用户类型 提出个性化的一个导购的布局和策略建议 然后就比如说我还是举刚刚那个例子 还是台灯学习 然后之后我们再给他推的时候 如果呢他带有小孩的那个标签 然后我们可以给他推这个儿童学习 护眼台灯 但是呢如果他带的是大学生的标签 我们可能更加更加适合给他推那种 宿舍宿舍用的这种学习台灯了 刚刚是我们那些场景 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怎么解决那个场景的一些问题呢 就比如说我们涉及到一些这种工具的串联 串联那种相邻的搜索词的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需要从宏观的一个角度进行数据的建模 那么我们那么呢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建这个模呢 首先我们要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在京东的这种 每天PB的数据量的东线数据的分析下 现有的这些图结构其实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因为我们那些数据科学家他最常用的一个分析的方法 就是我一下子把大批量的这种数据 全部都同时灌到这种数据库里面 并且呢一下子写好了很多这种分析的条件 然后我想离线的运行一段时间 然后呢拿到我的这个分析的结果 然后直接从结果上去分析这个 那但是在如果是在这页面上的这些图数据库 那我们看到的就是他要么如果是支持事物的话 像刚刚的那个操作就会严重的影响数据库的运行 或者甚至是一些单机版的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乘放得下这么大的数据量 那因此呢其实一个离线的离线的一个图构建的一个过程是非常需要的 因此我们也入了一个Fling和Jelly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站 我们希望他能通过类似MyCircle与骇物的这种模式 然后来解决这种大规模分析的大规模图分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的那个我们的解决方案是这样子的 我们首先呢是把那个图的原数据 然后通过Hive通过Fling和Circle 然后从Hive里面把这些数据拿到 就可能通过一些left join类似这种 比如把相应的那个query 就比如说每个sessionID下面的query的链 然后把它给连起来 然后把它导入到HTFS里面 然后呢再有一个再有一个任务 就是从HTFS里面读到这些动线的数据 然后并且呢把这个动线的数据生成一个graph 然后并且同时呢生成graph之后呢 根据数据科学家提出来的那些分析的条件 然后把那些图的分析的那些结果 然后直接把它灌到OLAP里面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进行多维的分析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想需要强调的一点是 因为我们Tamias它是一个数据流 数据流实时计算的一个框架 然后因此呢我们把把这些 把这些操作就比如说从Hive或者HTFS里面读数据 然后数据的drawing 然后包括写HDFS 包括generator的graph 还有graph analyst 然后这些全部都以可配置化的形式 生成了一个公用的算子 放到了我们的算子库里面 这样子的话不仅仅是搜索 然后包括一些那些推荐或者是广告 像这些所有涉及到一些动线分析的 我们都可以用到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模型建模的这一块 我们先先来分析一下就是为什么需要模型建模 刚刚我们因为是一个宏观的角度 那针对宏观的角度的话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普世化的一个最优 那就有可能就比如说 我需要针对用户进行一个细分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需要针对 针对一些用户维度的 然后进行一些个性化的一些分析 那就涉及到了一个模型建模的一个阶段 那首先呢我们就针对的这个模型的话 我们首先呢是需要一个样本生产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首先呢就需要把数据从Hive里面拿到 那针对那个搜索词动线分析的话 我们需要产生需要拿到的是用户搜索词的这个表 然后和相应的订单表里面决定下单的这个query 然后进行一个左连接 然后呢生成这个样本 它这个样本的它的样本是这样的 就是它是一个query和label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然后呢把它放到HDFS里面 然后我们的训练任务呢就是从HDFS里面 把这些数据拿到之后把它灌到A-link里面 然后进行shample value的一个建模 并且呢把它最终的最终的query重要度 然后写到Hive里面 我们要强调的是呢 这个全链路我们全部都是以公用算子的方式提供出去的 但是呢 但是我们现在其实是采用这种离线训练的这种方式来做的 就相当于是它是天级的 我们之后希望把这个天级训练的这种模式 然后把它实时化 也就是把它整体做成分钟级的 就是甚至是可能样本的话 我们希望做成流逝的照片 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Flink是如何支持一战式的机器学习的 机器学习一般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来描述 特征啊 样本啊 训练啊 预估啊 这每个方面 每个层面下面呢 都有它相应的问题 比如说针对特征的话 可能还比较头痛的一点就是 它就是非常容易繁杂的一个特征的开发逻辑 这个就比如说就涉及到特征的生成啊 解析啊 写入或者是导入啊 针对样本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一些在线离线的特征一致性的一个教验和保证 然后呢 具体到做的事情可能就是特征拼接啊 label拼接啊 样本拼接啊 以及特征预处理 然后再一个针对这个训练的话 可能就涉及到一些 映射到我们Flink的话 可能就涉及到一些这种小模型的流 游式的训练或者是一些分布式的训练 这个一个问题的本质就是我们如何分布式的调用Person 或者是如果是不想调用Person的话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模型 然后手写成Java的然后来呃 分布式或者是手写成Person的来接近分布式 那这样子呢 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批流一体的呃 模型在线训练体系 也就是说呃我们既要既可以支持呃 batch模式的也可以支持 Stream模式的而针对预估的话 我们可能就需要呃全链路的一个监控和case追踪 甚至是就是理线链路的一个TF或者是Pattouch模型的一个呃 这个我们在后面详细介绍嗯从特征方面来看的话 我们把这个特征分为实时特征和理线特征 这个是从呃生成的一个角度来看 但是呢从那个呃特征的模式来看特征的特性来看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静态特征和动态特征啊 静态特征就是一些相对来说嗯变化不太大的特征 就比如说一些用户的年龄啊店铺评分啊商品金额类似这种 我们可以把静态特征和理线特征相对应起来 然后还有一些特征我们认为是动态特征 然后这个动态特征就比如说是类似近一个小时内的点赞量啊 或者是近一个小时内的呃点击量类似这些 类似这些然后呢我们一般把这个动态特征和实时特征来关联起来 嗯我们那个离线特征的话可以分为 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呃生成的过程 我们就是首先比如说特征现在一般都是放到害物里面 可能会就会设置到一些特征的解析以及计算 然后最终的生成一个特征的大宽表 然后呢把这些特征 然后呢把这些特征放到放到比如说类似呃 里面然后呢如果是实时特征呢我们也是涉及到一些呃数据 接入以及数据解析的这种行为 然后就是特征生成的话我们可以把它认为 是一些非常呃业务化的一些一个操作 然后最后涉及到特征写入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一条一条的写入到嗯 gmdb里面 然后呢当然了涉及到一些实时特征的话 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呃 15个小时的这种呃点击量 然后或者是嗯一个小时的一个小时的点击量 类似这些特征 甚至是还有一些这种标签特征 或者是还有一些这种embedding的这种呃特征 我们都可以把它算字化 然后再一个就是嗯我们这个facialops呢 其实就相当于是主要是专注于特征生成 这块 然后再一个就是呃特征解析的话 如果是涉及到一些业务算子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facialops来做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呃样本 然后针对样本的话呢 我们有实时样本拼接 以及离线样本拼接两个联络 然后呢针对样本的特性 我们也有离线的样本和实时的样本两个联络 我们先看离线的样本拼接 相信现在大部分的公司都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呢首先就是通过 嗯 他首先就是 假如说我们的这个离线样本 然后存到了那个树仓里面 我们从树仓里面拿去到这个样本之后进行一系列呃 拿去到这个用户的曝光以及行为日之后 通过一系列的这种转眼的操作 然后我们会最终行为一个样形成一个样本的宽表 然后呢经过这个样本的宽表之后 每个业务可以从这个大的样本宽表之后 拿到属于自己的那个样本 然后去进行模型的训练 然后再实时的链路下面呢 我们也是相同的 只不过我们这个样本拼接是是那个实时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对这个样本拼接 然后所做的一些嗯 技术和挑战 首先呢是我们现在的就 Flink的这种样本基本上都是 基本上都是双流的 但是呢我们采用这种 Uni加Timer的这种模式 适配了多流的样本拼接 然后再就是前面也涉及到了 我们有一个这种大状态的优化 是大状态 我们现在用的是用的State Backend 是RocksDB 然后我们就可以详细的 呃我们之前发表过一篇文章 详细的介绍了我们在上面做的一些优化 嗯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会后交流 嗯再一个就是Watermark的一个更新的这个机制 然后就比如说我们如果某一个 Watermark某一个行为流吧 它的数据量比较少 那因为Watermark它是采用最最慢的一个时间 作为更新的一个机制 那如果它这个刚刚好比较慢的话 那它有可能这个Watermark就一直不更新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任务就会产生了问题 就其实实时样本拼接针对于理线来说的话 它还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一个东西 包括它的一个窗口的选择呀 呃或者是一些业务上的一些这种样本拼接 就比如说我们只有一个样本曝光了之后 它有可能它是先先有呃 先在10分钟之内有了点击 然后呢或者然后呢才会作为一个正样 才会才会作为一个正样本去等待这个呃 呃加构或者它加构完了之后再等待 比如说七天它有它有一个这种类似阶梯窗口的这样的一个呃过程 然后最后你看我们这个Sumple OPS 涉及到了这么多的一个这么多的算子 然后但是呢我们怎么着来做这个呃样本的质量的脚验呢 就首先我呢我们在做在这个样本生成的阶段 然后我们需要做这种样本的分布就比如说正副样本的一个大概的分布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在做实时样本或者是理线样本拼接的时候 需要对它的这个拼接率做一个呃监测 然后再针对这个实时样本的时候 我们需要发现整个任务的延时率 就是说每一条样本 然后它的这个延时了多少 嗯这样子的话才能在模型的层面及时的回应呃用户的行为 就比如说如果我们这个也这个我们的样本的窗口是一个小时 但是呢这个模型这个样本实际上已经延时了一天了 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 然后呢模型是一个小时更新一次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哪怕模型更新的再及时 也是没有太大的呃效太大的效果的 那针对实时样本拼接的话 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个模型回滚的一个问题 那假如说模型它是30分钟呃在线上更新一次 然后发现它的效果 诶其实不太好 那呢我希望对模型进行回滚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觉得就需要重新的增量训练模型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能涉及到这一个样本回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再一个就是如果需要模型升级的话 我们把模型升级定义为只有模型进行模型校模型校正的时候 它呢我们才会认为它呢升级了 然后另外就是那个增量训练 我们不会把它不会认为它呃模型升级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模型的一个online learning 嗯 我们这块说的这个模型online learning 其实是呃数据科学方向的就方向的就并不是咱们常说到的那个大模型的一个方向 我们也是按按照之前的呃特征和样本实时离线的这样的一个呃 哦这样这样的一个呃template 我们也把这个呃模型分为实时和离线两种 然后呢我们这个实时训练呢 它呢就涉及到一些这种呃实时模型的实时参数的一个更新 然后另外就是虽然它是实时的 但是呢我们也不可能但是呢我们也不可能就是来一条来一条数据训练一次来一条数据训练一次 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个呃mini batch这样的一个存在的 其实我们就自己实现了一个带有超市时间的count window 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可能是count达到一万条 或者是那个超市时间呃五分钟 然后这样子的话来解决这种mini batch的这个问题 然后再也就是针对一个online learning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去的线的去做这种ab 因此我们希望就是呃来这一批数据的时候 我们希望先训练出来一个模型 然后然后呢同样再用这批数据做这个ab 它这个呢是在一个算子里面的 这样子呢就达到了这种呃训练和ab的呃一体化 同时呢我们呢也在自己的内部得到了这个用离线的这个呃大批大批大的这种数据量 就比如说一个小时呃就比如说30天然后训练出来的一个模型 来去呃及时的去校正这个呃实实训练出来的这种模型 就防止这个模型再训偏了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采用在那个呃任务内部采用kbi的方式 然后实现呃数据并行 采用数据并行来解来呃解决模型分布式的这样的一个呃问题 也就拿profit这个模型来举例子 来举例子然后我们就是采用 报警 我们就是采用报警维度 指标来设置这个呃模型同时我们也在 模型产出的时候将模型推到这个样本库呃推到模型库 然后呢这个parameter server 然后也会一直不停的在模型库里面把当前的模型的参数快照啊 达到这个呃模型库里面 再来我们看一下这种预估就flink是怎么着做这个呃预估的 其实针对flink做预估的话我们现在是有两种方案的 然后一种呢一种呢是我们把这些模型 比如说tensorflow或者pytouch模型通过rpc的方式或者http的方式 然后部署一个server 那这样子呢由flink task去远程的inwork这个rpc或者http 那这样子的话呢就相当于是一个是有了网络的开销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的flink task 它有可能是实时的也有可能是离线的 那因此呢我们在inwork这个rpc的时候 但是呢这个远程的这个rpc它是需要一直存在的 我们不可能让它随着flink任务的启动而启动 随着flink任务的停止而停止 因此呢我们需要有一些专门的人来运维这个server 那针对方案b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模型 嗯 露得到flink的tm内部 那就相当于是在flinktm内部来inforce这个模型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少了这个呃 呃用为的一个呃 人力去维护这个相当相应的这种rpc或者http的server 然后从资源的角度来说呢 因为少了很多的网络开销 那我们也会节省相对来说 节省很多的这个资源 以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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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ì